香港爭取真普選運動的部分激進示威者星期三衝擊立法會大陸 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拉特克星期三 在禮行記者會上對有關的事件作出回應 呼籲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表達意願 並呼籲香港政府保持克制 拉特克說 美國是了解到有關於一小部分抗議者試圖闖入香港立法會的報導 美國也注意到香港所有政治派別的立法會議員 以及抗議活動的領導人都譴責有關的行動 美方也持續呼籲抗議者和平表達他們的意見 並且呼籲香港當局保持克制